哈囉大家好我是蕾蕾 今天來看一下這個 史圖現實巾的三世圖啊 然後首先這個皮膚呢叫做鳥莎萊克 那我們可以跟原本的他的 海報對照一下感覺整體上又更亮了一些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三世圖啊 然後上面呢就是 頭部的部分 頭部的部分這個臉部眼睛的部分是有那種藍色的一些紋路 然後像那個裝飾品的上面一樣就是會有那種光輝光亮 然後還有一個貓兒貓兒好像又更翹了一點 再來是特效的部分 特效的部分應該是 這個周圍周圍那些月亮還有那些星星的光輝這樣的特效 再來整體上面來講就是感覺顏色又更鮮明了一點 這個衣服的部分中間是有一個 胸口那邊是有一個鳥的 鳥的然後這隻貓也沒有什麼大礙 身上也有一些埃及的紋路 然後勒這個 衣服下巴也是非常的金屬化 這個 衣服的吊飾也是有一些光輝 然後還有一個 納三條 我也不確定那個叫什麼 納三條應該是吧 OK然後 這個腳是穿著 反正就是整個都很埃及就對了 然後 山式圖的部分 大家也就 看一下 但是我好奇的是那個 右邊 右邊那個 手杖是什麼呢 算了我們先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這個 手 這個是 誒 這是他的紙掛 這是他的紙掛 誒那剛才這是什麼 這是他手持物啦 在他的海報上面完全看不到這是他的手持物 我還以為這個超級重的東西才是他的紙掛 OK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紙掛 這是紙掛喔 這個紙掛叫做淋雨 淋雨就是上面喔上面這不是計算的東西啦 但說不定也可能是 淋雨他可能是用來指那種 你在使用的時候他會發出那種 清脆的聲音 所以他就把他取名叫淋雨了 然後特效呢就是這個周圍的音符 音符五線譜 再來 這個 就是 這些音符還會穿過那個眼睛 那個眼睛的瞳孔喔 好OK 幸好不是拿這個東西看起來就很重 好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陸服的 陸服的這個背景跟國際服的不太一樣 你看一下 就是這樣 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很重要啦不要搞錯重點 那我們就來順便說說這個 這次 這次 秋季的活動 OK首先是這個 限時上星昆蟲學者的彈奏動作 還有監管者的 那個餐點 有紅流烤 紅流烤魚 醃製醬果 還有求生者的 相果之心 再來還有一個 通用的月餅 反正就是跟秋天有關 然後限時反場的是 上次秋季活動的 油拆的 掛 油拆的 油拆的紙掛 叫做巨人風車 還有獨特的家具 紅風地毯 然後 一樣都是在928維護後的時候開啟 然後 這個 油拆的 油拆的藍皮也會 也會反場 然後透過 580回生的 兌換代幣 可以將它變為紙皮 這樣 再來之後就是這個 精華二跟剛才我們看的那個使徒 也會 限時上架 然後還有這個公共地圖 這個公共地圖看起來就是 很好看 只能說很好看 有搭配一個這個左邊 左上角那個大大的月 大大的圓月 然後這裡就是 有一種 古風的 感覺 對 就是真的蠻好看的啊 期待到時候 到時候的參觀感覺 就是到時候的內陸 OK可以前往閃月 還有有 賞月 還有油船喔 那代表應該是油 應該可以 周圍周圍那個 河可以 進行 滑船的動作 我到底為什麼在口吃 然後還有放孔明燈 OKOK 再來是 這個 呃 這個是 新地圖嗎 我不知道呢 然後 簽到的活動獎勵有這個 頭像框 大漠球絲 還有 商城上星的這個 奇珍家具 大漠閒鷹 沒有意外這個家具應該是可以互動的啦 還有這個劇情任務獎勵 是可以免費得到 哭丑 哭泣小丑的 藍皮 沙洲月下 還有 昆蟲的紫掛 沙漠精靈 再來這個 頭像框 月下 銀帳 這個 這個紫掛 跟他的紅架一搭嗎 嗯 不知道到時候看看 反正這些都是免費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那麼計較了好嗎 OK 那麼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啦 下次見 拜拜